這裏不知幾地方來的, 來到柱見到很多學生, 跟著有這樣的建築, 應該是藝術空間的地方, 這邊全部都是很民居, 還有很多單車、摩托車都停在這裏, 見到學生應該是剛剛放飯, 就回家吃飯了, 終於來到我們的目的地, 這裏就是OAO藝術中心, 在看影片之前記得按訂閱, 多謝各位的支持, 前面有些叫做角落傘的東西在這裏, 在建築的旁邊, 今天天氣都好曬, 陽光普照, 這個應該是第一個打卡的位, 有隻大怪獸在這裏, OAO Art Space, 這裏是藝術的東西, 我們走進去看看是甚麼, 現在就沒那麼曬了, 這裏有間叫做天然寶石專家, 在賣寶石的, 直播可以大火也可以, 還有不同的公仔, 前面有些珠寶手飾, 好像挺高級的, 有些白水晶, 還有很多不同的自己可以串, 前面有些波波在上面也挺特別的, 好像有些不同的行星, 這樣吊在上面也挺高級的, 這樣吊在上面也挺高級的, 然後走過來, 就好像, 咦,這裏是主題密室, 可以玩一下這個密室, 有不同的主題, 就有一個叫錦尼咖啡的, 淡杯咖啡也OK, 轉過頭就見到這條街, 有很多鐵牌, 還有一些好像很復古的車, 整堆都好像英文詞, 好像去了外國那樣, 好像拉斯維加斯那樣, 真的不說以為我去了外國, 有一個叫港式茶餐廳, 有舒巴, 有藝術空間, 這裏是一間好像茶飲店的東西, 那標誌就好像起茶的, 那叫HELLO 簡幸福, 那都挺特別的, 還有一間叫YYHORSE, YYHORSE, 那就是不知道做甚麼的, 總是好像沒有開, 因為現在11點多比較早, 那旁邊有一間叫Lucky Fish Coffee, 那有一間熊仔在這裏, 那些人在這裏喝咖啡的, 那買杯咖啡可以坐在這裏, 這樣享受咖啡, 然後踏滑板, 配合這個這樣的街景, 這樣就沒得享受了, 那這裏就有一部這樣的車, 應該是老古董, 就是Taxi, 那就是的士, 那都夠小復古, 那叫777, 那應該都幾刺激的, 那前面有一些叫太空人的東西, 那就好像沒有開的, 應該是倒閉了, 那坐在這裏打咖啡也不錯, 那這邊有一隻松鼠在這裏, 那釣在這裏給你打卡, 那可以坐下喝咖啡也不錯, 那原來這裏是松鼠魚攝影屋的, 即是給你拍攝的, 那它有很多松鼠為主題的東西, 那就可以拍攝, 在這裏租場拍攝的, 那這邊有很多辦公室, 都是給一些網紅在這裏直播, DJ在這裏拍攝的東西, 那走到這裏, 都看到一幅打卡牆, 那大家可以過來打卡, 認得爆, 扮靚靚的, 那這邊有些品牌的女裝, 99元3元, 超級折扣, 那還要送你眼鏡一副, 那有興趣可以過來買衣服, 那這裏有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們只是招呼朋友, 我們不招呼上帝, 那來到這裏也有些食肆的, 那這裏叫做補飯店, 中式快餐, 應該都是普通東西來的, 再來一隻怪獸, 比較細小小的, 那在這陣守著這個場地, 那今天走完這個商場, 就覺得很普通, 那就沒什麼特別的, 可以打卡這樣, 喜歡打卡的朋友可以過來拍照, 都沒問題的, 那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走完的了, 好啦, 今集就介紹這裏先,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再見, 再見… covid die